大家好,我们要讲一下我们中华河滨各边找的一个八字政纲 我们的八字政纲就是自由民主科学和宪政 就是八字政纲,我们自由民主这两个点我们已经不用讲了 自由民主科学,那么科学它本来就是一个 无私运动的时候它已经提出了 德先生赛先生怎么很喜欢的这个科学 但是科学这一点的话,我发现就是我们的一个反对共产党的一个概念的组织当中呢 对科学的这样的意识比较淡薄 所以它我觉得这是有比较重要的事情 然后它还有一个限制 这个限制的话就是一定要由全中国人制定的宪法 在这个宪法的过程当中 然后每个中国人都要在宪法的一个组织下去 就是我们拥有宪法 然后把宪法治理下去 获得我们一些民主的权利 我们目前的话我们的一个宪法的话本来我们就是有 就是中华民国的 再来的话在1946年的话我们是有一个宪法的 所以的话我觉得那个宪法我们可以 中华民国的宪法的话我们在大陆时期已经制定好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依照那个中华民国的宪法 然后以这个宪法为蓝本的我觉得 然后再依据我们中国人的一些智慧 与时俱进我们可以去在这个宪法 基本上做一些比如说宪法修正案啊什么的 反正就是把这部宪法完善起来 因为中华民国的宪法 从1946年到现在的话 大概有80多年的话我们现在的话就是80多年的话 一个宪法80多年还没有更新的话 那我觉得它肯定是有一些余食和时代脱节的地方 那么80多年有好几代人 它都是就是80多年来的话我们是有好几代人 因为好几代人的智慧 还有我们好几代人的一个思想的结晶 那么都没有被这部宪法记住下来 所以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着手 特别是我们中华民国大陆的这些轮进去的就是人民啊 反正我们也是有权利的啊 我们是由这个中华民国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轮进去的 这个中国大陆和轮进去的这些 大民国的人民啊也是可以 也是一定要尽快的加入到对我们的宪法 就是中心和修正修定啊 修正修正修正案修定案 反正就是要把我们的智慧去写入这个宪法的修定当中 因为一个宪法已经80多年前的时期了 80多年的一些事情 它肯定是有很多变化的 所以我们应该也要赶快去修这个宪法 去信任这个宪法 去听到我们新的智慧 谢谢大家